23歲電機系許同學具備救生員資格 是一名游泳教練 暑假期間到國民運動中心打工 靠著帶團體教學一堂課400元 以及擔任救生員死薪200元 單月賺進超過7萬元 就有時候是會有爸爸媽媽自己來問我說 能不能教自己的小孩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在 因為我以前是泳隊的 相對來說會有一些 就是比較 就跟一般教練不一樣的觀念 那可能一開始 我沒有名然後沒有人脈 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我 那經過了兩三年之後 有了人脈有了名氣之後 我說什麼其實家長大部分都會相信 那我的課程也會越來越多 29歲的龔雲 目前是主修運動心理學的博士生 本身也是一名優秀的韻律體操國手 因緣際會下每週透過視訓家教指導示範動作 讓遠在美國的台灣小學生練體操 家教時薪約1000到1500元 那通常一次上課大概會是90分鐘 對 那我們會做一些熱身 然後也會在空間可以的範圍內做一些手具的操作 包括球啊彩帶啊圈啊棍棒 這一些 那家長說除了可以省去就是接送的時間之外 那小朋友呢在看鏡頭的時候呢 他會很專心的看老師在做什麼 然後老師會看小朋友的動作 然後給他及時的回饋 而不是現場教學抓著小朋友的身體 然後去做到那個正確的動作 所以小朋友他要經過自己去揣摩 然後才會達到那個標準教練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辛苦得來的效果也比較不容易忘記 貝拉從升上大學開始就很積極打工 最離奇的一次賺錢經驗 是和同學玩真心話大冒險 被要求在包養網站上註冊帳號 後來要把帳號刪除 卻意外看到一位中年男士傳訊給他 以時薪一千元代價約他吃飯 奔著對於人性的好奇 我會覺得這樣的想法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為什麼你會花一千塊請別人跟你吃飯 也不要去跟朋友一起去吃個大餐這樣 那我就過去了我就去復約了 可是我還是很擔心很害怕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是很有名的那個定位的軟體 定位APP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在哪 我要去那邊吃飯 那如果說假設我一點沒有回你的話 你就幫我報警 然後我在哪邊吃飯這樣 然後 可是我還有在那個第二層防護 就是那個 我在請朋友在附近的草上等我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朋友 因為我怕這個朋友突然手機沒電啊 或是朋友突然在接電話什麼的 所以我就是有雙層的防護 然後後來就吃飯啊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發現他就是一個年輕的時候是一個 事業有成的大哥 所以他現在他那個目測應該四五十歲 應該四五十歲 然後他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大哥 然後來跟我講他的故事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八成的大學生在開學後準備投入打工家教的行列 不過觀察學生打工時最喜歡的職務已經開始發生轉變 而另外有三成三曾遇到不合理的對待 而有高達七成會選擇自認倒楣忍氣吞聲 那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打工兼差或者是家教呢 其實最主要的幾個原因 依序來排名的話 當然第一名還是希望增加零用錢 第二名則是希望增加家庭生活的收入 第三名他們則是希望能夠有些儲蓄的空間 第四名是希望能夠增加職場的經驗值 而第五名則是希望通過打工的過程中 學習到專業的能力 那其實在現在通膨物價上漲的這個時代 能夠希望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 對於學生來說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基本工資加會最多的就是領時薪的這個族群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我們的調查結果中 他們這個打工的內容如何 根據我們的結果 他們其實在每周平均大概是有17個小時以上的工時 也就是換算起來每周大概是打工3個小時左右 而他們的平均的時薪其實是比明年 我們預計調高的基本工資再稍微高一點點 明年基本工資會調到183元 那他們現在平均的打工時薪是187元 而用這樣子薪資去換算的話 每個月可以增加大概12,900的收入左右 那目前來說其實有65%的打工族 他們領的都是最低薪資 所以其實最低薪資的這個水位 已經連續八年的增加了 對於他們來說確實是能夠增加收入的一大福音 那他們選擇的打工的項目大概是哪些內容呢 其實在過去我們聽到打工很多都是去端盤子 也就是所謂的餐飲的內場或外場 但是在今年調查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趨勢 就是他們其實對於比較單純的工作 以及比較舒適的工作環境更加重視了 所以目前在我們調查當中有過半的同學 希望能夠應徵的是行政助理的打工工作 排名第二受青睞的則是比較 也同樣是在比較舒適的環境下的補習班的助教人員 這兩者一個超過五成一個超過四成 都遙遙領先第三名的餐飲打工 餐飲的外場內場大概只佔了19.4%的學生 是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找打工 但我們做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有三乘三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學生 在打工或是家教的時候遇到過 他們覺得不合理的對待 比例最高的其實當然就是還是跟錢有關 加班費沒有發放大概有47% 他們在剛剛這三乘之中有47% 遇到的是這種狀況 那其次則是可能是比較言語暴力的情況 也就是比較激烈的責罵 這個大概也有在剛剛的這個三乘三之中 又有近四乘的人有受到過這樣的待遇 其餘依序則是工作分配不均 還有沒有勞健保 這件事情則是已經觸犯到法律的界限 不管是雇主或者是即將求職的 這些準備找打工的人 可能都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你只要超過了三個月之後的話 你就可能必須要強制雇主 必須幫打工的人也要做勞健保的家保 黃凱源表示 大學生在就學期間打工 除了可以減少經濟壓力 最大的好處是透過工作 累積實務就業經驗 學到時間管理 團隊合作 溝通和解決問題的技能 提升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好 好 好